真明了 不願醉張喜消除 世事長行菩薩達 世事長行菩薩達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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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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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很爱你儿子 但是你可能会杀死一只小青蛙 所以 那你很爱你先生 但是你很讨厌他的小三 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 慈悲包含平等 你怎么爱你儿子的 你也这样去爱万事万物 可以 那这个叫修行 各位为什么现在会痛苦 因为你只很执着你的爱情 执着你的儿女 所以你很痛苦 很痛苦 你觉得为什么他都不听你的话 你觉得他为什么对你不好 所以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念一下 执着的感情 让我们痛苦 这一点记住 所以痛不痛苦决定在你自己 你如果很自私 很执着 很执着 那你永远在痛苦 这是你要不要超越你自己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赶快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摩观音菩萨 让我能够不要那么自私 千万不要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一直拜 希望你对我 让我老公对我好一点 然后呢 这个是观音菩萨都听不进去 因为你很自私 观音菩萨会让你更苦 让你知道苦的因在哪里 不可能你去跟你妈妈说 我要吸毒 你妈妈拿毒品给你吃的 对不对 你妈妈会把你的毒品的来源切掉 那才想爱你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到了寺庙来 要知道这个意义之所在 再来大雄力 那各位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你才有力量去帮助众生 有一个不自私的 圆满的 了解一切的智慧 有一个没有嗔恨心 没有欲望的这种感情 平等的慈悲 那这两个合起来 你才可以真实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 我一开始讲这个 是因为我们这尊释迦牟尼佛 看起来装不装严 又健康又微笑 所以 那我们看得很舒服 这个舒服是什么意思 你看到你自己了 就要这样 所以不要再批评了 不要再抱怨了 不要再恶作剧了 不要再刚刚讲了 贪嗔痴了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 追求这些世间的欲望 满足 不高兴的事情 你就要骂他 生气 甚至你完全不了解 为什么我活着要干嘛 活着人家 吃麦当劳 我就吃麦当劳 吃星巴克 我就星巴克 现在穿喇叭裤 我就穿喇叭裤 现在烫头发 我就烫头发 所以也不了解 为什么会做人 人的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会死掉 所以我们这两天去很多 木屋 甚至去西敏寺 你可能那些国王也躺在那边 皇后也躺在那边 所以 因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 最后他还是要死 他也不愿意死 而且我发觉 英国人有好处 对往生死亡者蛮尊敬的 就是他的魂墓 他弄得很好 就希望我们去纪念他 但是有时候我问他们 纪念他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是纪念他 希望他去天堂 希望他去天堂 最好 当然你要去天堂 要有天堂的因才可以 就像你要坐飞机 你要去买票 你要有钱才可以 那我们学佛 那就是了解释迦牟尼佛的这种 智慧啊 慈悲啊 这个我们要学的 所以因为如此 我希望各位多看佛经 佛教的书也好 特别有小朋友 小朋友你们一定要 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能够看 因为他们的生命 看我们怎么培养的 如果你要让他快乐 那你要告诉他 怎么做会快乐 怎么做不会痛苦 如果你跟你的女儿说 你这辈子都希望快乐 她说对 那你以后不要谈恋爱好不好 好 那就对了 不行 妈妈 我现在很想 我痛苦来了 所以很想漂亮 很想有人爱我 那天有个五十岁的老女人 她跟我说 师父你原谅我 我又开始谈恋爱了 我说我不会 我本来就没怪你 也没什么好原谅的 我只觉得 你又去受苦了 她说 那个男人对我很好 佛陀对你也很好 所以帮我做焉供 在我去放生 我又找到 依靠了 重点在这边 当然他有愧疚感 然后 他也曾经说 师父我很想出家 我很想出家 很想出家 讲了几百次 但是现在他觉得 男人更好 这个就是他不知道 修行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他要找一个依靠 找一个 别人关心他 事实上 最后是快乐还痛苦 必定痛苦 现在还传他的相片给我 师父给他加持加持 我说加持 搞不好他就离开你了 你要不要加持 这个才叫加持 哪有加持 你又掉下去了 何况你们没有结婚 可能在一起睡觉了 哎呀 这个可麻烦了 这邪淫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智慧 那你要知道 什么会让你快乐 什么会造成你痛苦 当然打麻将的人 觉得打麻将很快乐 昨天我们开车回酒店 哇 街上满满是人 礼菩萨就说 师父今天踢足球 一两万人 哇 大家一定要去看 足球是英国人的生命 哇 足球 那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没有把佛法告诉他们 因为生命最大的快乐 不是看足球 不是喝啤酒 生命最大的快乐 是你能够 你能够征服自己 奉献自己 分着这两方面 你能够控制你的欲望 生气 再来你能够去帮助更多人 帮助众生 那就非常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以后 不管你是卖什么产品 我是卖这个东西的 我是卖电脑的 我是卖药的 都没关系 但我希望你把爱的力量 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就像等一下会送给各位一些 加持物 那这个加持物上面有 佛菩萨的爱的力量 咒语 那再加上我们大家一起在这边念 然后呢 融入在里面 你可以送给别人 将来可以印多一点 最好你身上有一百条 走到哪里都送 送送送送 所以 而且你要分颜色也好 红色的代表什么 黄色的代表发财 那个蓝色的代表健康 那你可以加入各种不一样的咒语 哪怕上面都没有印 但是 你为一条红色的 念了很多大悲咒 我把那边没后 爱的咒语 心情不好的带着奇怪 很舒服 因为这里面有力量 蓝色的代表健康 你在里面念了很多健康的 你的念头 念头 就算你不会念咒语 你这样念 愿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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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用 还是有用啊 那是你的力量啊 只是除了你这个力量 还加上佛的力量 合起来就大了 要解吗 所以你的力量一定要先进去 愿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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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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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送给对方 各位要懂得利用这个力量 所以同样你修行也好 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看佛像 拜佛我希望我身上有释迦摩尼佛的力量 慈悲 智慧 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一直拜佛 一直念佛的经 一直在佛前打坐 那你希望你身上能够有释迦摩尼佛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就像一个黑暗的地方看到光明来了 释迦摩尼佛叫无量光 看到光明来了 他就离开痛苦了 就像一个往生者看到无量光佛 那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如果往生者看到很庄严很好的光 他会不会超度啊 心情好好 他不是看到那个黑暗恐怖的事情 他看到的是光 所以愿大家点灯 等一下各位中午我回去点灯 来 成为别人的光明灯 成为世界的光明灯 所以简单的说 各位我们希望拜佛 并不是一种迷信的信仰 是希望我活着 能够带给别人快乐光明智慧 不分宗教 你是天主基督教 希望你升天 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达到 不要往下 每个人都朝上 朝光明朝快乐 所以愿贫穷人更有钱 所以各位以后你在路边看到有贫穷人 你一定要拿一点钱 那你给他念发财的奏 愿你发财愿你发财 念一下 那么财神加持 有黄财神白财神什么财神都有 还是你会念财神咒 念一下 我看这个你很容易背下来 为了要发财 那在这本书后面有 你再翻一下 那你就会背 然后你把发财的力量交入给对方 你那张一块钱的 所以各位你做什么生意从今天开始记住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当你别人给你钱 当你找给别人钱 你就交入一个悲心愿你发财 那我给你念一下财神咒 短一点也可以 或是你不会念 南魔皇财神 加持发财 那这样就好了 你给他加进去 然后这个钱给对方 对方就拿到你的钱 他就很容易发财 发财他就想要做善事 一个人会做坏事就是因为穷 不得不做坏事 如果他很多钱他干嘛做坏事 但是这个就是修行 就是说你拿一瓶水给人家 你念一下 南魔观音菩萨化为甘露 这个观音菩萨已经加持了 变成甘露了 这个水给对方喝 这个水拿来煮菜 这个水洒一洒变甘露 然后看到花洒一洒 花变成有甘露 因为你撒在这上面 花会蒸发这个水气 花的香 这里面有没有慈悲心在里面 也有 念一下 见即解脱 闻即解脱 花变成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不是一个形象 是一个慈悲心叫观音菩萨 水变成观音菩萨 因为你这个水 你用慈悲心念一下 我妈你别没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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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求观音菩萨加持 或是你会念大悲咒 那你拿一杯水 给你的朋友喝 不管你是卖水的 给你的爸爸妈妈喝 他这里面有观音菩萨的力量 这叫三种力量帮助对方 念一下 智力 佛力 法力 智力就是你的悲心 我希望对方健康 佛力呢 我念了观音菩萨 法呢 就是有水给对方 就像刚刚我们把那个饼干 各位的悲心叫智力 然后我们念了 焉共遗鬼 叫佛力 而且真的有饼干呢 叫法力 就像刚刚我们拿那个药 这个药 这个药 大家有这个悲心 愿力 希望健康发财 而且我们念了药是重 而且真的给他药 这样就改变对方 那各位永远 利用这三个力量 再念一次 自己的力量 佛菩萨的力量 东西的力量 叫法力 花也可以啊 放生也可以啊 你要健康 多多放生 那这呢 最好的方法 那些鸟要吃东西 鱼要吃东西 地上有蚂蚁 像 我听说我们英国少年是一个月 煮一次素食请大家吃 对不对 这个素食 那我们等一下念一下 来 那么要是佛 加持食物 吃了健康 那么观音菩萨 加持食物 吃了没烦恼 那么 皇财神 加持食物 吃了发财 那你要一直给他加进去 这个叫 加味素 加酱油 加一大堆啊 然后 慢慢的去改变对方 所以 我希望各位从今天改变 不要用你的嘴巴 去讲别人的缺点 没有用 你越讲对方越生气而已 你凭什么讲我 那你要用爱 加进去你的食物 透过食物 透过你念佛 回向给他 这样就好了 哪一天 对方想要听你讲话 就是说 你确定你讲对方的缺点 对方还跟你谢谢 那你可以跟他讲 如果你讲对方的缺点 对方只会生气 那你没有资格跟他讲 你没有力量跟他讲 因为你讲 还让对方更生气 那没有用 那就会战争了 所以你要跟对方讲 那你也可以 佛陀告诉我们 有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 你可以不需要 跟对方吵架 你可以融入给对方 比如说 这个人经常写文字在骂人 那你就写一段给他 你这样骂不对 对方凭什么讲我 哇 开始打仗了 错了 这个人喜欢写文字骂人 那你就 你自己真的关心他吗 你拿出五磅钱 去印一些好听的文字 经典送给别人 用他的名字 你用光明的文字 回向给他黑暗的文字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佛法 你的先生 赚钱不发财 因为他不懂得布施 那你用你先生的名字 去布施老人愿孤儿愿 然后把功德回向给他 他可不可以得到 就是这个方法 你的妈妈身体不健康 那你用妈妈的名字 去帮助孤独的老人 捐钱给那些 生病的修行人都可以 好 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生病的妈妈 妈妈就会改变 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人都不孝了 人缘很不好 你帮他在佛前供花 好不好 花 让人家看得心情好 帮他供花 你跟你老公何不来 天天吵架 多供花 相不相亲 你回去买一束花给他 他就好了 但是你帮他供花的力量更大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佛法就是 离苦得乐的方法 对 各位了解这个以后 那你就经常 经常这样去做 你儿子不喜欢读书 那你帮他供养 帮助那些思学儿童 供养经典给人家 甚至帮他念一下 来 南无大智文殊势力菩萨 南无文殊菩萨 南无文殊菩萨 Ong Allah Bajanati Ong Allah Bajanati Ong Allah Bajanati 这叫文殊心众 所以你一直讲他笨没有用 你要请文殊菩萨加持他 当然他自己愿意努力也可以 然后你帮他印好的书 刚刚讲了 帮助思学儿童 在印度很多小孩子很可怜 在尼泊尔 我们12月份要去 尼泊尔因为他们 印度教佛教都有 结果穷啊 他们也不堕胎啊 小孩子一直生 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 而且都在山上很穷 所以他们家长为了爱小孩 又没钱教育他 所以就会送给学校 这样 所以那边受雇为院 办学校就有很多 贫穷的小孩来读书 那你去帮助他们 你用你不读书的儿子的名字 去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那慢慢你的儿子就会改变 因为你给他一个正面的力量 所以这个佛法 告诉我们 念一下来 身性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了 我想各位从今天开始 不要让别人痛苦 身体的行为 嘴巴的行为 跟心态 都不要让别人痛苦 身体有三样行为 要去做 念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各位 住英国还不错 没有看 没什么蚊子 所以你不会杀蚊子 没什么蚂蚁 好像也看不见 不容易 但是不但如此 要劝人家不要杀 而且各位不要去吃活的东西 我觉得各位 住在英国 人家英国人不喜欢吃活活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活活的 每次我去超市看 哇 活的龙虾 我就问这谁吃的 华人吃的 喜欢活的 新鲜的 但是你想想看 你的快乐它多痛苦啊 各位要不要八匹八八卡 要不要手拿去烤一烤 这种痛苦 永远会发生在你身上 那时候你一苦五累 所以佛陀告诉你 不要杀生 还有一个杀生 比较可怕了 各位等一下要写牌位 如果你们还没写 等一下 流产胎儿 这个叫人工流产 叫人工杀生 现在你把宝贝生出来 你多爱他 那之前那个宝贝多可怜啊 他也想活 他也想被爱 结果他现在被流产了 所以各位你有流产胎儿 一定要好好跟他忏悔 你不能说有血牌位就算了 他不会原谅你了 没那么容易了 你要跟他忏悔 有时候在佛前跪下来 妈妈爸爸向你忏悔 哟 我对不起你 然后呢 我现在要来让你快乐 所以虽然他不在了 你还是要买牛奶糖果 他喜欢的玩具 替他去供养 供养那些胎儿 他很快乐 然后你再给他念经 他很快乐 他就升天了 他升天了 你就健康了 不然你就会腰痛 妇女病 一下那边痛那边痛 因为人不是死了就算了 死后还在轮回 对不对 这个轮回他会附在你身上 不然他要找谁 如果你都不理他 你附在你身上 你都忍忍忍 然后你都不理他 他就找你的儿子 找你的女儿 等于找他的弟弟妹妹 然后你的这个弟弟妹妹 就开始生病了 睡不着觉 精神有问题 什么问题都来了 那各位了解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超度他 那要超度他不是写牌位 是真心的跟他忏悔 真心的去爱他 然后呢 也为他在诵经做功德 他满足了 他就成为你的护法神 或他去投胎 而不是把他赶走 同样的 农历七月份 来 法会功德 回向县世父母 快乐健康 福寿百年 回向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历代祖先 同享功德 离苦升天 往生净土 所以农历七月份 叫孝顺月 所以各位要 这个月不能吃肉 这个月不能喝酒 因为这个月 是为了 不是光这一世 过去世过去世 像各位这辈子住在英国 你过去一定有英国的爸爸妈妈在这边 你过去轮回一定在英国过 所以你又回来了 所以那你要努力的 回向给过去的爸爸妈妈 现在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叫欺世父母 欺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意思 我们不是光这辈子的爸爸妈妈 所以整个农历七月份 我们叫报恩月 孝顺月 整个农历七月份都在孝顺 保恩 所以农历七月份要吃灾 不但吃灾多做好事 诵经 念地藏经 帮助老人 这个叫 这个月份是拿来孝顺的 所以中国人把农历七月份 叫鬼月 为什么叫鬼月 如果父母还没超度 他会很苦 他会来拜托你的 就好像有鬼一样 而且如果农历七月份 你去吃喝嫖赌 那是造最大的恶业 你就会碰到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他们叫鬼月鬼月 这个意思 那事实上 应该用正面的去讲 正面的说 哎呀 这些累贤的爸爸妈妈 往生的厉害祖先 他们 希望他们都 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所以我守道德的生活 戒律的生活 身体这三项 再念一次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很多佛教徒 农历七月份 夫妻不一起睡觉的 因为七月份 守灾戒月 就像为爸爸妈妈守孝一样 就尽量捡到最低 至少男人不要随便 什么叫邪淫 就是搞外遇的不行 男人对不起太太 反正 这好像正常 这华人好像正常 事实上将来的果报很可怕 会下那种 邪淫的地狱 然后生生世世 不管你投胎做什么 你就会感情很痛苦 或是被强暴 或是感情被欺负 很痛苦 甚至你的儿女 感情会很痛苦 让你更痛苦 因为你所做的 会影响你周围的人 所以身体 刚刚讲 我们做道德身体 这三条 才被试 不杀害生命 不偷盗财物 不破坏家庭 就不要邪淫 那嘴巴也要羞 念一下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背后讲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就是佛教讲的 不妄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齐语 嘴巴要修行 所以除了修这个 各位开始你的嘴巴 开始要讲好话 故意讲好话 你们说我不骂人 我不要讲话就好了 那你没有功德 你不但不骂人 你还要称赞别人 各位要学习赞叹别人 修行最大的改变 就是什么 来 尊重对方 赞叹对方 报对方的恩 这是佛教最大的 最大的修行就是感恩一切 所以为什么强调孝顺 除了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有的众生 包括天上飞的一只鸟 河里面的鱼 都是做过我们爸爸妈妈的 这就是佛教的思想 念一下 众生对我们都有恩 众生都是父母 这就是说要普度众生 那我想各位对爸爸妈妈讲话 一定要温柔客气 让对方快乐 你要开始念习 我发觉现在人很厉害 对老板 对老婆 你可以讲好话 你为什么要真正对你好 是你老婆不是你老板 因为各位男人 俱作 女人主财 欺负女人的男人 一定很穷的 没裤子穿的 但是你这个女人天天抱怨 你老公会很惨的 因为女人主财 所以女人要天天哭抱怨 老公就是穷 家里不富贵 我认识很多很多很多很有钱的人 他们有个共同的习惯 就是那个女人都静静的这样 微笑静静的 怪不得老公发财 女人太厉害 老公很惨 因为女人主财 所以为了如此 你要改变你自己 当然做先生就不要欺负太太 做太太懂得忍辱 微笑 所以不讲坏话 那你的老公就会发财 要不要发财啊 等一下 有钱真好 昨天我去百货公司 我去买毛巾 我才知道有钱真好 因为他们买了那些厨具啊 那些都是高贵的东西 衣服啊 我都看那些人 有钱人 有钱人 买的东西很高贵很好 没钱人呢 没钱人就坐在那边干瞪眼 所以这个有钱没钱也是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念一下 个性改变 命运就改变 所以各位不要再抱怨了 不要再骂人了 不要再说人家是非 特别农历七月份 我想一个人对爸爸妈妈讲话大声小声 这个人就很没有福报 所以农历七月份 你碰到的人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要这样想 赞叹他 尊敬他 谢谢他 感恩他 所以对每个人都要如此 我们这两天睡在酒店 这几天我们天天在外面跑的人 看到服务生 谢谢你啊 送给他礼物啊 送给他小费就是这样的 尽量像我们住房间尽量把它弄干净 不用整理 我自己弄就好 小费我给 那我自己弄 所以我永远都挂个牌子不用整理 最后一天我还是会抱小费送礼物给他的 因为尽量尽量感谢对方 尽量不让对方麻烦 如果对方来麻烦我们一定要送礼物送钱 感谢他 不要认为说反正我交钱了 反正我可以乱丢 那你就损福报 那各位我想这个叫修行 修行也是一种人格的修养 不离开身体嘴巴心态 所以身体这三条在被子不杀生 好不好 这辈子不要杀 有些人说那我做医生总可以杀吧 我把老鼠解剖 我是为了研究 研究以后医很多人 问题是对老鼠很不公平 没有给他打麻醉机解剖 给他试试看痛不痛痛不痛会不会叫 哪一天变成你做老鼠 那你会恨死 所以你怎么样对待自己 要怎么样对待其他生命 你不希望你的儿子稍微被开刀 你就受不了了 你去把那只老鼠扒皮 你把龙虾 这样活活的考 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各位要不杀生 还要多放生吃素 不偷盗 还要多布施帮助穷人 不邪淫 各位多修清净的行为 不要有男女的欲望 减到最低了 嘴巴这四条 念一下 不骗人 多讲老实话 不骂人 讲柔软的语言 不背后说是非 多说对方的优点 不讲没意义的话 只想讲帮助对方的话 这是修行 身体跟嘴巴 心里有三条 佛陀说的 来 不贪心吝啬 不生气骂人 就不要称慧 不愚痴邪见 所以不贪心 还要多布施 不生气 还要多忍辱慈悲 不邪见 还要相信因果 研究佛法 这个叫 身口意 死善也 要这样修 特别龙历七月份 并不是说 我有钱出功德 有钱有有钱的福报 但是修行呢 是来自于 念一下 守戒律 控制自己 调伏自己 身口意 修十善也 不照十恶也 那这一点各位 我讲的比较仔细 希望大家背下来 背下来 你就要开始修行 嘴巴要这样 人 要这样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要骂人很容易的 因为随时有缺点让你骂 但是各位就忍一下 忍一下 所以就像天主基督教 我看那些神父 都会在嘴巴画十字架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我讲话之前 有神的加持 有上帝的加持 所以像我要讲话 我都会在车上念 就是观音菩萨坐在我的喉咙 讲出来的话 是对别人有帮助 是慈悲的 我才要讲 要慢慢练习 但是你要练习这个 首先你要学习控制这个 控制这个 也要求观音菩萨加持 希望你讲的话 叫蛇颤莲花 对别人有帮助 希望你身体的行为 成为别人的模范 所以希望你的心态 是一个好心的人 你跟他接触 你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他是一个好心 善心的人 一个坏心的人 大家会很怕他 好 所以各位呢 每次合掌 你都要背 要背 这个十根手指头 代表十个行为 再念一次来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骂人 不两舌 不其余 不贪心 不称慧 不愚痴邪见 守五戒 修十善业 守五戒就是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喝酒是一种浪漫 它会让你意志薄弱 意志薄弱 你就不容易专心控制不了 所以喝酒以后 讲话会大声一点 跳舞会跳了起来 控制不了 所以酒就麻痹你的神经 那修行人 他就是要专心 禅定 禅 禅就是你能够控制你的心 不会随便 被境界影响 不然有些人杀人骂人 就是因为他生气受不了 把对方给砍了 杀了骂了对方 因为你掌握不了你的心 所以佛教里面 他在为了保护我们的心 忌讳 我们不能喝酒 所以 这一点守五戒 在辈子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喝酒 包括抽烟 吸毒 昨天我们去浑墓区 去杀杀的 闻到大麻的味道 原来 原来有些年轻人会藏在里面 看到我们来不好意思 那我就闭得炎炎的 当做没看到 当做没闻到 这样不要给人家痛苦 希望他们 希望他们 能够哪一天找到真正的快乐 这样而已 回向给他们 但是也知道现在年轻人 没办法 压力太大 想要放松 对不对 所以各位呢 这个压力太大 也是个问题 不要要求太高 就没有压力 修行要 念一下 随缘自在 这个自在的意思代表你 你有智慧就会自在 所以这个世间 请各位记住 念一下 一切存在 都会变化 无法主宰 这个世间 没有任何一个存在 是永远不变的 一切都是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这佛陀要告诉我们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每天运动就会健康 我对我老公很好 他就会对你很好 不一定的 因为这里面有 有因缘果报 有上辈子的 过去世的 一直在影响你 所以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命运不一样 这因为基因不一样 DNA 这个基因就是 你过去世的 身口亦造作的业不一样 业力不一样 所以命运不公平的 有些人天生唱歌很好听 还可以用唱歌赚钱 有些人能力很强 做到很高的位置 那为什么你能力不强 为什么你唱歌不好听 因为爱骂人的声音不好听 所以你制造 你曾经讲话很大声去骂到你的爸爸妈妈 那你就会很痛苦 很容易咳嗽 很容易讲话很难听 那你一辈子改不掉 那为什么会哑巴你知道吗 亲口骂到父母 亲口 为什么手脚会断掉呢 你的手脚曾经打过爸爸妈妈 对你有恩的 生生世世断手 所以有些人很可怜 他为什么生下来 一辈子残废 家里很有钱 残废 因为他用他的脚 去伤害到 不该伤害到对象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世界上 对你最有恩的 如果你故意去伤害到对方 你嘴巴 讲的话让你爸爸妈妈听得很难过 然后你生生世世呢 讲话不好听 口才不好 而且讲话人家会讨厌你 你出声音人家就讨厌你 因为你伤 你去骂爸爸妈妈的 那个夜会生生世世跟着你 这很恐怖 跟那几百事都会跟着你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说 来 贡花的人脸漂亮 爱笑的人脸漂亮 修忍辱不生气的人 脸漂亮 到底要漂亮还是要丑 那你自己要选吧 那你要开始改变你自己 不生气 多微笑 多贡花 那你的脸漂亮 要不要长得高一点 还是你喜欢爱爱的 为什么一个人高 来 尊敬别人 谦虚的人 多拜佛的人 拜祖先的人 尊重别人的人 身材高大 就很简单 消除骄傲的人 身材高大 那所以你的行为 不管你身体原行为 一直在制造你自己 身的环境 所以身材 智慧 有钱没钱 好不好 每个人都是自己 命运的主宰 那佛陀要有这个智慧 告诉我们 如何改变自己 这个叫修行 但是第二种修行 是什么 除了外表漂亮 健康有钱 还要有一颗智慧的心 我们叫空性 禅 没烦恼的心 那这个各位就要开始打坐 听佛法 按照佛法去思维 像各位都会念 来 般若心经 般若就是一种看到真相 虽然它是花 但是它会变化 无常会烂掉的 花 不离开这些 碳水化物 这些种种的元素 所以花 只是暂时存在 没有永恒不变的花 花等于空性 这个地球也是空性 这个炼珠 这个身体 这个桌子 这个房子 像这个房子 你一直给它分析 这个叫智慧 它是钢筋水泥变的 这个房子过去 可能不是少林式 搞不好是仓库 对不对 换个名字 将来可能拆掉 将来可能重盖 所以 只是 就像一个瓷器 你给它做成花瓶 它叫花瓶 你给它做成马桶 它叫马桶 你给它做成杯子 它叫杯子 但是它的本体 就是这些水土化合物 烧成的 所以杯子也好 马桶也好 花瓶也好 它的本体 都是种种原因条件组合的 所以它里面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叫花瓶 这样你去分析 所以这个水 它现在是水 那水蒸发 变成水蒸气 变成云 然后云会变成下雨 然后呢 温度低会变成霜 变成雪 所以水 它的本体 是空性的 空不是没有 空是 它只是这些因缘暂时组合的 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讲这个又要睡觉了 意思是说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维 你才不会卡到那一点 现在你干嘛骂我 我脾气不好 你干嘛骂我 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念一下 照见五蕴皆空 我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我这个我是由这个会变化的肉体 跟会改变的感受 思想 行为 这些意志 组合起来叫色受想行事 这个色受想行事 身心里面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 所以你骂谁啊 我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也没有一个你在被我爱 如果你有这个空性 那你就没有烦恼 所以刚刚讲的第一段 叫我们守纪律 多布施 那你会有世间的福报 有钱啊漂亮啊升天啊 这个叫世间的福报 但是你要达到究竟的解脱 就像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没贪生词 乃至我们大乘佛教 念一下 正入空性 无我的智慧 那各位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 但是你要达到无我的禅的智慧 没烦恼 背一下 有智慧则没烦恼 对啊 那各位现在为什么会烦恼 没智慧 觉得我的身体生病了 我的爱情被欺负了 我的自尊 我的命运 事实上这个我根本不存在 这个我只是暂时存在了 这个我离开空气 离开太阳 离开英国人 离开中国人 离开卖鞋子 离开卖米的 根本没有我这个存在 就像这个花 它今天成为花 没有水 没有阳光 没有泥土 种种的因缘 它不存在 而且花现在这个存在是什么 来 暂时的存在 它只是暂时 它不会 除非它是塑胶了 还活久一点 但是我们喜欢新鲜的 但是塑胶的最后也是会 也是会救掉 也会被丢掉 把它融化掉 所以这个花 它只是一个暂时不永恒的存在 叫空性 不是花不存在 不能佛教说讲空性 无我 没有花的存在 无眼耳鼻色神意 没有眼睛 你要把它挖掉 无眼耳鼻色神意是 我眼睛存在 但是我利用我的眼睛 去看经典 去看哪里 受苦 而不做眼睛的奴隶 因为眼睛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工具 眼睛后面有一个分别意识 如果我后面这个分别意识 能够净化 那我就会变成观音菩萨的眼睛 不执着 像各位现在眼睛会执着 看到美女帅哥 多看两眼 因为眼睛执着 很想看这些东西 然后看到丑了 怎么那么痛苦 因为你眼睛没有空性 没有悲心 观音菩萨是训练他的眼睛 看到的都是 你是我的妈妈 你将来可以成佛 而且你哪里受苦 我要怎么帮助你 所以 那各位这个叫修行 修行要把自己的眼睛 变观音菩萨的眼睛 自己的耳朵 变成观音菩萨的耳朵 听闻哪里有受苦 而且听到真理 听佛法 所以你看达摩祖师 很喜欢挂个耳环 这个耳环代表什么 来 永远听佛法 这个耳环不是漂亮 你戴耳环干嘛 哪里知道 漂亮 他挂个耳环是 永远在听阿弥陀佛 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法 用挂耳环来代表 但是世间人 他就认为这个耳环 代表一种美 一个女人 一个漂亮 甚至男人戴耳环 听说左边右边还分呢 我是Homo 还是不是Homo 所以各位 你也不要去 他们 就算一个同性念 他也可以成佛 同性念也可以修行 也可以离苦 只是他不方便出家 因为他这个身体 是男人还是女人 就搞不清楚 所以不适合出家 但可以修行 但是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有烦恼 你就要修行 而不要去满足那个烦恼 那就对了 所以什么叫修行 当你现在18岁 很想谈恋爱 好我不去谈 那就是开始修行了 你真的要谈恋爱吗 可以 找一个可怜的人 帮助他可以 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你爸爸妈妈 逼你结婚 没办法 逼你结婚 那我要嫁给一个 善良的人 会孝顺父母 那个是可以 这代表你有智慧 而不是对方对我很好 对方会讲笑话给你听 哪一天他也会讲给别人听 不讲给你听了 因为你以欲望为动机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所以一开始我们相信因果 持戒不失 会让你这辈子快乐 来世快乐 那你要得到解脱 你要有智慧 那有智慧呢 各位要花时间 去思维 叫般若智慧 打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静静的 你在公园走路也可以 公园走路不要去想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你要去想 我为什么会生气 我如何让自己自在 我怎么样帮助别人 那你要想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按照佛陀的想法 来改变你自己 这样 要闻思修 我们看经典听闻 然后把佛陀的道理去想 去想 然后要真实改变自己的身心 叫修 从自私变成不自私 从会骂人变成不会骂人 叫修了 所以 然后你要开始进化你的心 如何让自己的心 不会烦恼 不会生气 不会有欲望 因为你要知道 很痛苦 痛苦不是 不是别人给你们的 生命的敌人 最大的仇人 在你心里 那就是你的迷惑 烦恼 就是你生起来的贪心 现在流行这样 这叫身体的禅吧 但是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 心里的 由心里表现出来身体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在打少林拳 什么意思 煮素食给人家吃 各位去老人院 照顾独居老人 各位去河边 不吃食物 这个才叫少林拳 这种行为 行为 嘴巴 刚才讲了 不骂人 不骗人 讲这些道理给人家听 劝别人做好事 要唱歌 可以 唱佛歌 唱一些道德的歌曲 三世因果歌 不要唱人家 越唱越想自杀的歌 心情很不好 你又给我唱这个 因为现在大部分是情歌 各位 爱情是快乐还痛苦 想清楚 你会说痛苦叫有一点智慧 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智慧 超越痛苦才是最高的智慧 如何把爱情 用这个情去关心任何一个人 而不是执着的情 不执着的爱情 那是一种慈悲 所以你去爱压制 爱病人 爱老人 将来改变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理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静在生命电视台 你们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闻